这几年下来都会听到一样的话 就说啊 今年绝会是你的这样子 那你到了第七次 你已经抱着一种很真的 很平常心了 一出道十周年 推出的女歌翻唱专辑十歌 七度拿到金曲台语男歌手入场券 尽管总是跟讲座差那么一点缘分 但每一次的入围 都让徐富凯对坚持做台语音乐 再多添增了一点自信 我要唱这些女生的歌 文嘎用什么心情这样子 对 那是用第三人称 来诠释这些女生的歌是最成立的 找到恩师丁小文操刀制作 这回徐富凯不玩转移不耍技巧 而是真挚的用男性角度 用说故事的方式 唱出在爱情里的各种样态 也字字句句唱进听众心坎里 早在2012年就曾获得台语歌王肯定的荒山亮 今年十套第五度入围了 以制作布袋戏音乐窜红的她 内心却助着摇滚魂 台语歌在全世界只有台湾有在做 那这其实是台湾很重要的一块音乐文化 台语流行的音乐需要传承 跟荒山亮一样对台语音乐有着特殊心怀 同时也拿过一座金曲台语歌王的500 这次以套篮鸿演唱会影音权记录四度入围 有别于一般流行演唱会的既定模式 500将摇滚乐融入非洲节奏 与充满诗意的台语为一起化作音符摇摆舞动 所以暂时将你眼睛披露起来 黑暗之中漂浮我的期待 摇滚乐队它就是应该做赖 它的舞台是赖的 就是现场的 它的生命是在现场的 500曾说过 喜欢现场演唱的感染力 虽然以演唱会影音专辑角逐台语歌王 曾一度引发资格争议 但评审团主席钟承武强调 专辑只要有三首以上的歌曲就能报名 500不但曲目多 且还是重新编曲演唱 加上它在台语乐坛 建立的标志与影响力 绝对符合资格 是500位偶像的浩子 过去综艺形象鲜明 但其实他是个被血腥耽误的创作歌手 从高中就开始写歌 却误打误撞 现在综艺圈闯出成绩 还曾两度获得金钟奖最佳主持人 但当歌手的梦 他一直放在心上 等了快30年 终于退出全创作专辑 这张专辑的概念是陪伴 每首歌是从爱当初发点 浩子再也不用像歌词里唱的 在午夜梦回时 和年少怀着歌手梦的自己说拍赛 发专辑入围金曲 美梦成真 而同样展现创作实力的杨素浩 学生实习就是各大校园音乐比赛的常胜君 27岁的他从小在宜兰长大 首张专辑就是以家乡成长背景的 所见索文出发 而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是宜兰高中的郭文老师 白天教书晚上做专辑 那甚至压力很大 我会写 能写 而且会说 希望可以透过我的专长 然后加上音乐 把这样的一个内容 在新的时代可以有新的一个走向 我也参照了很多 比如像葛大为 林夕 他们怎么样在写的用象征 或者是他们放进一些哲学思想 在他们的歌词里面 我也把它拿来过渡到台语歌使用 不仅文字优美 题材的涉猎也更广 歌手们早已跳脱早期 总是悲情的演歌式唱腔 形式旋律的多样性 让上台语歌也能流行又动听 请订阅 按赞分享 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 等你哦